好 下一套了 我們大家一開始看到很多女士在喊 一兩個而已 叫做我要成為世界最強偶像 還是其實跟偶像都一半關係 那女子宿舊的偶像也是偶像來的 是不是不行 不過起初不是說他們做打出國 這套一一年就說是Sweet Diva裡面 全日本第一隊的女子AKB48 突然就說有一個job 要去體驗一下女子色角 日本整人節目類似的 其實一開始我想套租 剛剛有一群女子AKB48的女子團隊 最厲害的一個副Center 認邀請到節目去參觀職業女宿角 玩一玩而已 期間當然是被女宿角打到 當然 人家是職業級的 玩一玩一玩 拍一張廣告雜誌 結果走上去 因為其中一位說了一句話 他們是Idle 偶像 然後就跳機 職業偶像他們就 不是職業宿角那群人就說 你這群偶像都不會被宿角 看不起他們 延遲懷疑他們看不起那兩位偶像 然後這位Center就是 副Center先是副Center挑機 當然是 當然是壞了 然後英就說要縮頭 就跟他打 那叫他被人剪頭髮 因為他說 我們Center 他發表了言論 針對我們這些 唱歌的偶像 看不起我們 所以我們要快些 正式的挑戰 這樣就算了 但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那些偶像去打摔角 為什麼不叫我摔角 去扮一下AKB 去跳舞 無關 重點就是 你說對面的人 你不尊重你 那你沒有尊重別人 人家是職業級 一個舞台 人家認真打的 那些美女去玩了玩了 黑雜誌不重要 但是他在舞台上搞 在舞台上搞 就真的不行 即是你在甲子園入面 在做什麼 吃東西 喝茶 我都整個手 你不要弄完 那當然 結果就挑機輸了 Center就被人剪短了頭髮 要是許下了這個比賽樂言 然後突然 紅心壯志就說 我要去打摔角 那沒事的 有些刺激 這樣想起了 有些思路 我覺得是正常的事 但是我又奇怪 如果你在一個經理人公司 突然間你一個Center 都是當AKB 如果買的中間 右邊機歌 突然說 我不去唱歌了 我以後去打摔角 很神奇 他這個經理人 沒有理會 那個經理人還很贊成 你去打手票去哪 我不知道 真的很神奇 職機好惹的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什麼都行 結果 就去做職業摔角手 起初當然不順利 三個月後 經過一個艱苦的訓練 居然可以踏上舞台 免得出道 練了三個月後 他組裡有一個 地獄挑戰 要給一百個 給幾個人 百一百東西 或是出交際 然後你看見 女主角就在那裡 啊啊啊 啊啊 很正常 都說很開心 很爽啊 很爽啊 真的不行啊 如果你說看一集 我平均看 大概有五至六分鐘 是一些 女主角 身影 風奇 不是 風奇 風奇是CD 還是radio 是宿達 有幾分鐘 拍攝敏感部位 這個我不會刺激 因為始終女主宿角拍的影片 就是這部位 其實我不介意 就是實際 都可以拍這些 當然啦 大家都知道 林味就給一個 出角的額頭 風田 看中 師子教他 這個人 懷疑有才能 不打女主角 是浪費的 不知道 陳其龍 不是 他有說過 為什麼 這位女主角 天生 體力驚人 不是 好像說 他做偶像 可能身體有些 柔軟度高 就是這樣 我當然覺得浪費 那就這樣說 現在秘密訓練她 不可以讓她放棄 因為 這位女主角 已經在雷在雷連續輸了四十多次 在頭三集 看到她被人打 我覺得 同一招 逆蝦式固定法 打輸 我可以 有賣 有什麼 吃過幾個東西 原來她認識過 不是 最重要是 女主角每次輸 都是輸 第一招之後 發覺 層樓度那麼高 你們有沒有其他招 很悶 後來第四招 我明白了 師父我明白了 原來 女主角第一場 輸給逆蝦式縮 之後 那些人 看死這傢伙 都是經常心裡陰影 每一集 都要噴這招 所以每一集 他都是輸 所以 風田 幫他破除了陰影 終於明白了 頭三就是這樣 當然 如果大家 大家看過 可能香港現在 就少人接觸摔角 日本就會多 如果你說香港 其實在70年代 是有播出摔角比賽 所以香港可能當時會比較熟 現在的香港人 就可能未必那麼熟 但是你熟得當年 現在的日本女子摔角 正式來說 所謂真正的 三次裡面的女子摔角 那些女子的樣子 沒可能那麼漂亮 就算了 大家都明白 當然 這件事我們都不會怪異的 不過 我看回他的訓練 那段 我覺得有點不太正常 因為 如果你說一個 Idol 去訓練摔角 其實不只是 舉一下 重 跳 拳擊 那些 你都會做 但是還有一件事 其實 如果打摔角 其實是要爭重的 如果大家又去玩個健身 其實是要吃那些 營養素 那些 就變成三次那些 肌肉女 所以 那些肌肉女 基本上你沒有可能去打摔角 所以 如果一個 叫做 Idol去打摔角 基本上你就會變成一個肌肉女去打 實際上 實際上 三次裡面的女子摔角 那些人不是有空母有空肌 基本上是對的 你在打摔角 你在跳舞 但是 這次 你叫做 女子摔角 不是只有女主角 整班人都是沒有肌肉的 我當你這個世界的人是這樣 我算了 所以這件事 有點不太反映到現實 當然 那些肌肉女 沒有人看 我覺得 有些過度買新淫 和買這些特別的氣球 這個就不介意 始終 打擊女子摔角是新人 可能他被人打 可能他打贏人 他一定會被人打 那被人打就叫 很正常的 而且我也覺得奇怪 為什麼三個月之後 可以立刻debug出來打 我也覺得奇怪 也看到他沒有什麼招式 灑出來 這套東西 當然會有漫畫書 出了四期 但是 如果你看回 這套東西的流暢度 其實上算可以 我覺得一半還有普通的運動類 即是女主角 一不知什麼事 就去參加這個運動 然後慢慢發憤圖 就升上去 打上去 沒什麼的 就是官方的 就是公式 是啊 是覺得奇一點點 如果大家知道 這個監督 就是迷糊貓 overrun那套 那個監督 我覺得 好像有些進步 比以前來說 人進步是正常的事 不進步才會有問題 常算可以 但是你說 很吸引就不是 除非你真的很喜歡看那些鏡頭 聽聲優的聲優聲 大家有興趣 就是 故事又不會 故事 故事 上一開始 那倒是 不過再說一下 這本東西的背景 其實如果計算漫畫 Earth Star Comments 它那個 Comments I Star 其實裡面的漫畫 其實賣得不多 如果大家有看過這個 《迷糊軟網社》 就是其中一套 很熱賣的 它裡面熱賣的主打 就是《迷糊軟網社》 大家都看過它的質素 是如何 那麼這套 其實這套 跟這個真實的 《女子摔角》 是有少少 Crossover的合作 看看是怎樣 當然 香港是不是說 可以說 有這麼多人喜歡 《女子摔角》 我很有言論 跟日本來說 封氣 可以好少少 至少你幾個海報會 現在的《黑王國》 可能是拳王比賽 都連連幾張 日本也有連這些 看起來 氣氛會好過香港 大家看看 如果覺得很有興趣 看看大家的打雛角 不過招式也說得不太多 我覺得嚴這個人 如果未練必殺技 你必殺技已經開始贏了 沒有必殺技 其實還有必殺技 你還要怎樣破解別人的技術 有教 你教一下 還有你也要加一教 它一招半星 你走上去擂台 難道是散打嗎 不是散打嗎 不是散打 這些是摔角 那慢慢教 第二次才開始教 不會太快 還有我都會評擊 就是 聯賽沒有什麼Ranking 正式來說 不會的 放一個人出來打 你至少有個輕量級 那類的東西 你至少有個Rank 讓人看得到 你這個進步是怎樣 起初級 現在開始有進步 贏一場 然後怎樣押價 分交代 那類似這些 你被人看得到 容易看得到 如果不是 我們雙刀擂台 打誰 我都不知道你們是誰 所以未必看得到 有一點差 這方面Ranking 也不熟 所以大家 期待 可以看一看 記住 戴耳筒看 享受 下一部